身穿条文衬衫艺人严雅伦 今天现身台东出席自创选物品牌 和台东在地伴手礼合作产品的一日店长活动 这也是他卷入要乐侵犯事件 官司落幕后的首度公开露面 日前士林地院宣判考量他和被害人和解 最终判缓刑三年 虽然他今天不接受媒体访问 但活动也吸引了不少粉丝到场支持 除了有日本人 还有人特地从台北转车再转车 只为见严雅伦一面 我是从新北的 从新北喔 可是路断了呢你怎么来的 我是就搭高铁到高雄 然后再断那个台阶 蛮开心啊可以就是又在时间大来大陆 不过更让粉丝欣慰的 或许是严雅伦现正看似慢慢复出 也都会频繁更新社群 粉丝也都希望他能很快有新作品 跟大家见面 TVBS大运动家 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